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篇评书《姚明传》第四回上回书说道 1992年姚明11岁 没过12岁生日的时候 跟着他母亲到了上海奥林匹克的宾馆 建了一位篮球名宿 那时候是国家体委篮球司司长杨伯雍 也是他母亲大方 方凤蒂当初在中国女篮的教练 杨伯雍看了看姚明 看了看他的移动 看了看他的体型 说你这孩子虽然个儿高 但是各方面运动能力平衡性 看起来一般 有一个孩子不错 他是王维钧和任幻珍的孩子 在北京这个孩子叫做王志志 这是姚明在这个人生当中 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字 王志志 实际上王志志在整个姚明的职业生涯当中 起的这个作用太大了 从这一天开始 王志志就是姚明心目当中的目标和偶像 姚明这辈子打篮球 一共追着俩人 第一个是王志志 在CBA在2002年离开CBA 去NBA之前 在CBA这一段就是追着王志志 到了NBA之后追着大鲨于奥尼尔 所以你说这个大志在姚明 姓目当中是多么重的分量 到后来我还记得 两个人都成了名成了外 后来姚明曾经跟大志 很推心制服的说了这么句话 说大志 要没有我姚明 你还是王志志 你早就行了 但是要没有你王志志 我姚明恐怕不是今天的姚明 姚明这话说的漂亮 也的确大志在姚明心目当中的地位太高 就在那个下午 在奥林匹克宾馆 未满12岁的姚明知道 在遥远的北京 皇城根底下 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名叫王志志 他被老爷子称为中国篮球未来的骄傲 未来的希望 是这王志志 不是我姚明 姚明开始打篮球打了几年了 但是也不怎么喜欢篮球 听说这名字 王志志知道这孩子不得了 在北京 话分两头 各表一致 在北京 北京南尔环仙农潭体育场 现在这个仙农潭体育场还在北京南尔环边上 仙农潭体育场那时候是干嘛使呢 那时候是北京体委 老北京体委所在地 包括很多在北京体育口里边 干了一辈子的老爷子们老先生们 家都安在这个仙农潭体育场里头 可能是退了役的 或者在这工作了很长时间的都住在这 那么老王家 一样也是住在这仙农潭体育场里边住家属楼 这个家属楼几十年风吹日晒风霜雨打 那是很古旧的房子了 老王家住在这 在这一直住到什么时候 住到06年 五年前 大致从美国回来 这个王维军和任焕真 他的父母还住在这 王维军 任焕真 跟这个方凤帝和姚志源一样 那俩 大方和大姚 上海篮球速将 王维军 任焕真 是北京篮球的速将 跟这大姚和大方还有一点像 什么呢 这个王维军 北京南篮也是主力 但是他没有打过国家队 你看这个姚志源没有打过国家队 在上海对打得很好 没打过国家队 这个大方国家队的队长 这边的王维军 没打过国家队 他的妻子 媳妇 任焕真 不单是北京女篮的主力 也是国家女篮的主力 1976年 亚运会冠军 当时是大方的队友 这两位 是在北京篮球界 打了一辈子 打了一辈子之后 退了役了 退了役 跟这个 也跟大姚和这大方一样 组织上安排 解决工作 王维军 就到了这个东城区的体校 那么任焕真 是留在这个 北京市体委 留在这里头 给找了份工作 这俩有了孩子 在92年的时候 这个 王维军和任焕真的孩子 没过15岁生日 14岁 王志志 不单长得高大 而且能跑能跳游 非常好的协调性 能像风一般奔跑 能在球场的每一个角落投篮 而且来说是左手 跟他爸爸一样 左手 这左手将不好找 在场上 左手将不好防 大志 大志非常有天赋 他整个的小时候 基础训练 他的基本功 技术意识 都是王维军 一点一点 抠出来的 他跟姚明 这区别在哪呢 你看 大方和大姚 从小就不想让姚明打球 所以其实姚明的球呢 是这个 从启蒙教练李张明开始 从他进了徐会区少体校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进徐会区少体校之后 慢慢开始练 但是王维军和任焕真不一样 王维军从小就看自己这儿子 肯定有运动天赋 我跟他妈多打球啊 他也应该打球 从小自个儿雕琢她 把自己这一身的能耐 就交给大志 所以王维军从小 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本技术 想他罢了 这时候已经14岁了 又高又能跑又能跳 又不得了 整个北京嚷嚷动了 篮球界嚷嚷动了 虽然还没有进入任何一支球队的青年队 但是是篮球圈的人都知道 老王家有个宝贝儿子 王维军 这孩子将来不得了 另外一个什么呢 王维军和任焕真 在北京篮球打了一辈子 在北京提委 这圈里边干了一辈子 退休之后 工作是提委 组织分配 那么他们俩的儿子 顺理成章 应当应份 是肯定将来要进北京篮篮 这是北京篮球将来的一个好苗子 没跑 你们俩都是组织上的人 你们的儿子 能不是组织上的人吗 所以整个北京篮球界盼着 大致到岁数 是不是慢慢慢慢 该进青年队了 进完青年队打两斤剑 进成年队 北京篮球复兴有日 指着你 指着老王家 千请地一根苗 保卫儿子 那是在1991年的一天 夏天 很热 王维军 任焕真 大概有个下午这么三四点钟的功夫 骑着车 老两口骑着车 从仙农坛出来 跟谁也没说 路上有人问 两口子干嘛去 跟谁也没说 出去买点东西 夏天天 很热 骑着车出来 经过了天坛 穿过北京城 到北京城的另外一边 上西边 去见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这个人将决定 他们的儿子 王志志的命 这人是谁呢 八一队的领导 八一南兰的领导 咱们前面说了 老王家 北京队的人 在北京队体系里长大的 儿子应当应分 归北京队 但是这时候 八一队看上王志志 在北京没人 篮球圈里 没人不知道王志志 八一队看上 八一队这一看上 对老王家的吸引力非常大 当然北京队也是不错的去处 可是八一队跟北京队 可是不一样 一个来说 你进了八一队 你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穿上绿色军装 戴上这尖章 你自动成为了一个 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 被人们警仰 全国有多少八一队的球迷 那么多官兵数百万 当个兵 当八一队的运动员 不一样 历史上也辉煌 心里边感觉也不一样 再有一个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 八一队在那个时段 八一南岚在九年代初期 八十年代末到九年代初 连丢了三个全国冠军 以前一直是霸主老大 无人可汗 可是在那个阶段连丢了三个冠军 辽宁队把八一队给击败了 那么八一队缺什么位置呢 八一队什么位置都有 就缺一个年轻的中锋 一二三四全有 就缺一个五号位 迫切的需要这么一个年轻的中锋 帮助八一队重振辉煌 王卫军 甄焕真 老两口骑着车 去跟八一队领导见面 骑上茶 村宾主落座 领导给你讲 非常讲理 我知道你们俩是北京市提委组织里的人 给北京篮球也打了一辈子 儿子按说应该进北京队 可是你们要为你们儿子的命运要着想 不能光从你们面子上挂得住挂不住着想 北京南兰现在是什么情况 北京南兰现在有两个中锋 一个中锋 善涛 1990年北京亚云会的时候 中国南兰主力 善涛正在壮年 那且大呢 那两米一六的个儿 善涛后边还有一个年轻的中锋 1975年出生 从内蒙 鄂尔多斯那找来的 一个内蒙的壮汉 年轻的叫巴特 这巴特也不得了 这有天赋 这个力量 是吧 那么有善涛 有巴特在这 北京队打这双塔 你们王知智有出头之日吗 到了北京队 打得上球吗 可是进了八一队 那就不一样 八一队现在什么都有 就缺中锋 有一中锋 就是全国冠军 你要是进了八一队 八一队将来准时冠军 一拿冠军 你就是全国最棒的中锋 你就进了国家队了 你进了国家队 你就能打奥运会 那就实现了 你们这个老夫妻俩 年轻时候 没有实现的梦想 这个孩子就成了星 成了腕 成了球星 你们不想看到这一天吗 到八一队多好 这么多人培养了他 另外再一个说 为实力强大 历史辉煌幽远的八一队效力 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战士 那是多么大的诱惑 为什么你们不送你们的儿子来八一队呢 我知道北京队盼着王志志 可是到了八一队 对大智的发展可是更有利 这一番话说的 确实是有道理 画的是开心索的 王微军 任焕真 本身来说 很犹豫 那么多老领导 老干部 对自己有恩 自己这一辈子都交给北京市提委了 工作什么的 房子都是组织上单位分配 大家伙早就瞄着这儿子了 儿子一定会进北京队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突然之间 平地一声雷 不去了 上八一队了 怎么跟领导 跟这些位 对自己有恩的人交代 本来很犹豫 但是听完这番话 刚才这番话 心想的确是 说实在的 将来自己还得靠儿子 你不能一辈子靠组织 将来还得靠儿子 儿子打出来 自己才有终生依靠 而且来说 对儿子未来的发展 也的确有好处 去了八一队 不一样 有好处 于是在这儿 王维军和任焕真夫妻俩 下定了决心 在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 年轻的王志志 年仅14岁 他背着大包 蹭着夜色 没什么人看见 跟谁也没说 跟任何领导的媒体 蹭着夜色 背着包 到了仙东坛门口 在北京 二环路边上 有一辆车 停在二环路边上 大致分辨出来 这是八一队的车 上车 军牌 这辆车 驶入茫茫夜色 王维军和任焕真 老两口在后边看 这是他们为儿子 选择的归宿 这辆车直奔 红山口 国防大学 八一南栏的所在地 大致从这开始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成为了八一青年南栏的一员 但是说后来北京队听说消息之后炸了锅了 全都封了 头发全立起来 找这老王家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那也没辙了 生米做成熟饭 大智已经送走了 已经在八一队注册了 王志志归了八一了 你再怎么怨 放下不表 大智也是争气 确实是有天赋 从小又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这底子 两年之后 在青年队只打了两年 两年之后 16岁的王志志成为八一成年队 也就是八一一队 历史上最年轻的运动员 两年之后 到了93年年底 就进了一队了 那时候一队补进了王志志之后 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除了王志志 还有比他年龄大一些的 刘玉栋 李南 张进松 范斌 阿底江 刘强 王胜 八一队人往外一站 一损国家队 上场五个五虎上将 跟国家队没区别 到了16岁的时候 那所有人都知道王志志的 不光是这个 这个篮球圈 北京晚报报道 八一队16岁的王志志 很有可能要入选国家队 八一队这个阵容 自从得到了大志之后 可以说是横扫 千军 无人能敌 立刻夺回了 失去几年的全国冠军 没人能跟他们打 不得了 重新开始了 称霸的时代 大志很快 也入选了中国南兰 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大志代表中国南兰出场 为中国南兰最终杀进奥运会八强 立下汉马功劳 在中国南兰对美国队那场比赛当中 大志给了大魏罗宾逊海军上将 一个脆帽 一大帽 删出多远 所有的中国球迷晚上看了转播了 都记住了 这个年轻的孩子王志志 96年的时候 大志志桌子最终 77年出生 96年 19岁 多么年轻 多么充满希望 多么有天赋的一个孩子 所有人都记住了 此时此刻 大志代表中国南兰 在亚特兰大大奥运会的时候 此时此刻 远在太平洋那一边 中国上海 一间小屋里边 在电视机前头 那是半夜 姚明在那瞄着 大志19 大志19 那么姚明来说16 16岁 跟他看电视 看大志比赛 这时候看见大志 这就是王志志 几年前 跟我妈上那奥宾 听那老头 杨伯雍 老爷子 说了 北京有一孩子 王志志不得了 将来是中国篮球的希望 比你强 比你强多了 你不成 这就是王志志 太厉害了 中国南兰 虽然还不是打这些主力 但是上场很长时间 又羡慕我 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 忌妒 就是不恨 羡慕忌妒 没有恨 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 我得瞄着王志志 我什么时候要能在赛场上 跟王志志面对面 我能跟他一打一 那说明我姚明可以了 从那起 王志志正式成为了姚明的偶像 16岁的姚明 几年又过来了 这时候姚明已经进了少体校 三年多了 咱们上回书说了 最终还是大方和大姚 他的父母还是听从了徐慧群 党支部书记徐维里的劝说 姚明进了少体校 在体育和教育这两条路上 还是选择了走体育这条路 吃体育这碗饭 但当时来说还有点疑虑 这大方随时 随时想把姚明给递漏回来 跟徐维里也说 打着试试 不行赶紧回来上学 还来得及 所以并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 可是他进了少体校之后 眨眼三年了 这三年受的关注越来越多 咱们越长越高 蹭蹭芝麻开花节节高 年年蹭蹭的往上涨 越长越高 这时候已经是两米零几的大个 整个上海嚷嚷动 风风帝和姚志源的孩子在烧地下 这已经这么大个了 将来这前途不可限量 不知道将来能长多高 有一天练完了 训练结束 说洗澡去吧 门口有俩穿白的罐 戴着眼镜穿着白的罐 滴露着公文包 带着一仪器 来了 他说这是干嘛的 说找姚明 把那小的个儿滴了过来 说我们俩是你母亲的同事 上海市体委科研所的两位研究员 带着仪器来 拍走了姚明手腕上这个X光片 实际上相当于侧骨灵了 X光片 回去 通过这机器一检测 一查 结果显示 这个孩子 木下是两米零几 将来能长到两米二十三 这少说了 两米二十三 多则可能长到两米三 又这结果太惊人了 大伙到吸三口凉气 火啊 能长这么高 很惊讶 因为什么呢 中国篮球历史上 就没这么高的正常人 你长到两米二几以上 多少有点问题 因为脑垂体的问题 因为内分泌的问题 基因变异 多少有点问题 长到两米二几的正常人 中国篮球里边 历史上没有 大窑 两米零八 大方 一米八八 这俩生出来孩子长得高 这是应当应分 这是天经地义的 他是正常人 你别看现在运动能力不行 晃里晃当的 前文叔说了 走路跟企鹅似的 有点像QQ 但是他是一正常人 这个很兴奋 他的潜力不一样 第二个来说 姚明这体型慢慢慢慢显露出来了 他这个上肢 整个上肢很瘦 胳膊 肩背 这个很瘦 包括整个身体很薄 但是下肢粗壮 大腿粗 腿粗 往那一站 胖胖乎乎 慢慢悠悠 但是挺稳的 这个有个好处 这叫什么 这叫大马拉小车 因为你腿主要负重 你上肢 上肢轻 腿粗 劲大 大马拉小车 那么按说 这样的体型 它应该移动能力 还可以 嚷嚷动 来的这两位研究员里边 有一位 那是很受器重 很重要的一位研究员 上海市体位科研所的副研究员 此人姓魏 魏生的魏 叫魏国平 魏生的魏 国家的国 平安的平 魏国平 小小矮个不高 一米六八六九七零 差不多是这个个头 拿着姚明的手腕 X光片的检测结果 在进行各种细致的检测 书中代言 魏国平是一位比较出色的 可以说是科学家 年轻的时候 上哪呢 上俄罗斯培训过 他的擅长是把中医的理论 和西医的内分泌学 给他结合起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 又有中医理论 又有西医 那么体委的领导 这时候也发觉姚明了 上海市体委领导 觉得姚明将来有潜力 大方大姚的儿子 将来说不定怎么着呢 就把研究姚明这个课题 交给了魏国平 让魏国平好好研究 怎么促进姚明成长 长得越高越好 长多高都行 但是长得高的同时 你得促进你的心肺功能 加强协调性 加强整个身体力量 另外你的骨质怎么样 魏国平接受了这个任务 有一天把姚明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量量身高吧 姚明靠墙站好了 魏国平我给你量量吧 不行搬把椅子 够不着 搬把椅子 拿着皮尺上下一梁 拿钢笔在这墙上面 画了一刻度 皮尺一梁 那一年 什么时候呢 1995年的三月份 95年三月份 姚明是九月份生日 十四岁的姚明 十四岁零几个月 零六个月 十四岁半 姚明 两米零六 拿皮尺一梁 十四岁半两米零六 看着高啊 身的 经过测量之后 姚明身上 有如下问题 魏国平写了一份报告 姚明虽然个高 但是身上问题太多 因为从小亏着了 从小营养不够 加上从小 并没有怎么重视锻炼 包括饮食的方式不对 有如下问题 比较重要的来说 从身体内部结构来说 比较重要 它的骨盖含量不足 骨盖含量不足 同时骨密度不高 那么这两点都导致一个结果 什么呢 容易骨折 稍微一碰 可能就舍 实际上到后来 大家想想 到了NBA之后 姚明这么多次骨裂 骨折 跟这从小亏着了 还是有关系 骨盖含量不足 当然也跟它这身高太高了 有关系 这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从整个身体上 从外形上来看 姚明虽然个高 将来能长得更高 但是就是高 除了高之外 不是很匀称和全面 怎么呢 肩窄 而必展短 这肩窄 那么肩窄意味着 你将来在篮下 你要抢夺位置的时候 你不是很容易卡住这个空间 这对篮球运动员 特别对于内线来说很重要 臂展短 臂展胳背 这两边伸直了 这边中指尖到这边中指尖 一梁 中国人来说 一般是正常的 就是说臂展等于身高 也有很多臂展不到身高 但是打篮球的来说 一般你要说有打篮球天赋 都是胳背长 NBA很多黑人运动员 那这身高两米一级 臂展两米三级 跟这星星似的 没进化干净 天生打篮球 艾夫森他妈生出来 艾夫森他妈 艾夫森生出来 他妈说了 我生了一个打球的孩子 那么小能看出来 胳背长 可是姚明 尖窄 臂展短 臂展 没有身高 那么高 后来姚明长得2米26 他臂展是2米2 那时候姚明2米06 他臂展不到2米 再有姚明这个臀部大 胯骨太宽了 臀部大 根腱不够长 足弓比较浅 这些都导致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跑跳能力不足 整个身体的协调性不够 北国平还发现一问题 这个孩子 左耳朵 聋了 左耳朵 听不见 怎么呢 七岁的时候 得了一场肾病 吃药 吃完药发高烧 后来好了 肾病是好了 好了之后一看 坏了 左耳朵听不见了 家里来电话 把这电话机拿起来 搁在这边 喂 大方在那边说 怎么着到家了 晚上想吃什么 听不见 拿着电话给大姚 爸不知道谁的电话 搁这边听 后来 这才听见 只有右耳朵有听力 左耳朵没有听力 几乎小时还20%30% 所以你看后来姚明跟谁说话 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站在右边 你站左边 他得这么侧着听 废了劲 通过所有这些检验 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有身高 有前景的运动员 但是来说 需要调整的方向 需要调整的东西太多了 有很大的调整的空间 也不一定 将来就一定 肯定准能成功 经过这一番细致的研究 魏国平的结论是 给组织上打了一份报告 说要想把这个孩子真正培养成才 咱们需要一个巨大的 姚明计划 姚明传 有奖性答 第四期的题目是 负责 姚明这个课题的 上海题委科研所的 副研究员 他姓魏 他的全名叫什么 请各位网友 到安踏安委会的页面 打在屏幕下方 去那里发送答案 回答正确的网友 即有机会 赢取安踏实物 或红钻奖励 答案将在下一期节目中 进行公布 请网友 务必在答案公布前 参与活动